咱们回家 范队长 我刚才是想审问一下黄元吴 让他交代一下他的罪行 结果一时大意被他给打伤了 还让他给跑了 你怎么那么大意 连个范人都看不住 那小子是一直谋划着想逃跑的 他跑之前还跟我说呢 说他这就上山当土匪去 说谁要敢动他黄家的房子和地 他就回来跟谁拼命 他是这么说的 对 好那个黄元吴 抗拒改造 上山为肥 可给我逮了个现行 范队长 那黄家就算是肥鼠了吧 对 你通知下去 把黄家的人看起来 另外贴出告示 抓捕黄元吴 是 秋红啊 说一千到一万 都是我黄家对不住你啊 亏欠你的太多了 可惜这世上 没有卖后悔药的 要是一切能从头带来 我一定把你 当成亲闺女一样看待 村长 你就别说了 不 你让我把话说完 看来 我们黄家的气数已尽 命该如此 我也就认了 可你 不该跟着我们受罪呀 秋红啊 听我劝一句 你还是改嫁吧 就当是可怜我 让我的心里 好受一点 园上 你就不要再等了 十几年过去了 要回来 他早该回来了 就算以后 他能回来 你们俩 也错过了这段姻缘 秋红啊 岁月磨人 你不要太死心眼了 女人啊 有时候 就像一条河 遇到了山 拐个弯 就过去了 你何苦这样为难自己啊 我知道 你受了太多的苦 过去的事 就让它过去吧 我希望以后 你能过上好日子 可现在 和以前不同了 要想过好日子 就必须有个好成分啊 秋红啊 狗狗一贫如洗 我看 它肯定能定成贫农 你们俩挺合适的 它对你 一直忠心耿耿 它一直护着你 这十多年 你们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虽说不是夫妻 可是 感情也挺深的 我看狗狗 是值得信赖的 你说的 秋红 你好好想想 秋红 你慢点走 慢点走 秋红啊 你就听我的好不好 赶紧跟皇家做个了断 找个好人家 嫁了 爹这也是为你好 退一步 海阔天空吗 好人家 现在有哪个好人家 敢要像我这样的女人 秋 秋红 你就不要一起用事了 嫁人还是要嫁的 至于嫁给谁 我看狗狗挺合适的 这人傻是傻了点 可是她老实憨厚 这么多年守着你 护着你 她能真心对你好啊 再说 你的成分也能改变了 你们都劝我嫁给狗狗 我们 好吧 我就随了你们的心愿 还有谁劝你嫁给狗狗啊 黄村长 你愿意娶我吗 你愿意娶我吗 你喜欢我吗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狗狗 你娶我当老婆吧 胡娜 这能叫结婚吗 你这是怎么了 我是在说 秋红和狗狗之间 它不可能有爱情了 你怎么断定它们之间 没有爱情呢 邪书记 你有什么事儿吗 您的文件 谢谢 再见 好 再见 你怎么了 我是在想 秋红是一个很有追求的女人 她怎么能够跟一个半龙半哑的人 在一起生活呢 这一开始我听说也觉得挺奇怪的 但后来仔细想想也很正常 秋红和狗狗一直相依为命 再没有爱情也有感情嘛 再说了 两个外乡人在本地无依无靠的 能走到一起也是件好事 也是啊 咱们总不能不让雅不结婚吧 还是人民政府好啊 要不然狗狗这辈子 还不知道怎么样啊 那就这样吧 婚礼我就不参加了 你替我代劳吧 尽量把事情做得体面一点 我们要拿狗狗 当做高涮萍的女子 你放心吧 我去给他们当征婚人 好 好 秋红 你想好了 我代表政府 恭喜你们 共同进步 白头偕老 好 反了反了 这样看 莫阿歹同志 你啊 真是有福气 以后可要好好带我们秋红啊 好 好 谢 不用送了 谢 不用送了 不用送了 谢 不用送了 谢 哈哈哈哈 这是从哪儿来的 外 外面 窗 窗台上 高高 我 你这傻子还活着 他还活着 我 我知道 你 你是黄 我 我会 保护你的 我是你的 我是你的 从现在起来 我是你的 你 你是狗狗的剪剪 范队长 你看今天晚上是不是就把黄芙开抓起来 你怎么那么着急抓黄芙开呀 用黄芙开做吊儿 引黄元武出山呢 对啊 这个黄元武是个大孝子啊 如果知道他爹出了事 黄元武是不会做缩头乌龟的 哎 上 一会 走 门 你来干什么 抓熊 你要干什么 李子坛 你还话多 你还话多 你问我干什么 我想问问你都干了些什么的 说呀 你怎么支支吾吾的 这就是权力 李子坎 我告诉你 等到了土改工作队 你就知道为什么抓你了 带走 你要是不交代出你儿子黄勇 我藏在哪里 后天你就和何荣千 一起上批斗会 接受批判 快交代啊 给他取下来 我冤枉 我冤枉啊 那小畜生藏在哪里 我怎么知道啊 你不知道 那鬼才相信呢 他上次回来 我劝过他 他不回来自首 我有什么办法 这些事情你不要跟我说 到了大会上 你去跟人民群众说去 看看他们怎么样对你 方队长 你可是共产党的干部 你 你要替老百姓 做 做主啊你 是 没错 你说的没错 我是共产党的干部 我要为老百姓做事 可你呢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是反动军官的家属 现在家里又出了个土匪 你就是我们要管制的对象 你知不知道 今天晚上 一定要严格看管 多不协港哨 好 七太 你就留在这 什么时候他想说实话了 你就来告诉我 这老范 这太不像话了 可是吗 侯仁庆是什么人 大伙心里清清清楚楚的 他跟黄福开 根本就是两回事 虽然说黄福开的儿子 珊珊当了土匪 开了小差 但那是他儿子的事情 这跟他扯不上关系 说黄福开坏 这我不同意 要说坏 高尚平有更坏的人 谁呀 令喜财 真是没想到 你一个外姓人 居然也窗户起高尚平的矛盾来了 你说令喜财坏 有什么根据吗 咱们做事情啊 要讲根据 讲事实 不能只凭感觉 明白吗 他不正经 总也占我便宜 这男女之间的事啊 很难讲 这令喜财呢 虽然有很多毛病 但是他毕竟是群苦出身 咱们这搞土改 还需要这样的积极分子 我觉得 秋红 令喜财的事 咱们先放一放 主要是把黄福开的事 办 你们两个 注意把好这个门啊 是 今天晚上能不能抓到黄阳武 就看你们几个的了 我们一定表示任务 秦大夫 其实你可以住在城公所的 回到这里来 太危险了 不 舍不得孩子掏不住狼 我知道黄家恨我 那个黄阳武 肯定会来找我 是啊 假如黄阳武敢回到这里来 那他就是自投罗瓦 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 千万不能有什么傻事 是 我们这里情况比较复杂 是 工作进展的不够顺利啊 我就知道今天晚上会出事 走 有没有情况 有 开门进去 你们马上把我爹放了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们要抓我明天到黑风山找我 如果中午十二点不来 秦氏灵就没命了 黄阳武 别动 只要我身上的炸弹一爆炸 咱们就可以一起上西天了 兵武 兵武 你不不来啊 兵武 别动 别动 下 老范 老范 怎么搞的 老范 你找个好的位置 把这事给干涂 你 杨武 你千万不要干傻事 你赶快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你给我做嘴 姓范的 你给我提好了 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要负责任的 黄阳武 我警告你 你不要错上加错了 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负责 你应该悬崖勒马 悬崖勒马的应该是你 我告诉你姓范的 你今天要是不放我爹 你又等着 给这个老龙一起收尸吗 范队长 范队 范队长 我求求你了 你把黄蜂埃放了吧 放了吧 放了吧 不可能 干革命就得有流血牺牲 你牺牲了 你就是英雄了 放你妈的屁 这一血财 你个小王八蛋你 英血财 你看到了吗 这是你们范队长 逼我这样做的 我可不愿意杀一齐老婆 姓范呢 我现在就跟这数数 一 二 不开老弟 求求你 快进后救我 救救我 石林兄 石林兄 要不你快点 要不我 我求你了 范队长 我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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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队长 我们秦皇两家 过去是有矛盾 可是还没有到 一命相平的地步 我现在认错 都是我皇家的错 你大人高抬贵手 你海量啊 你罢了十里凶吗 我把我的弟 我的房子 我所有财产 都封给乡亲们 我求你 忘了冤屋 你个不懂事的孩子吧 千万不要把事情 都大呀 万别咋 对对对 对呀 富凯老弟 过去都是我的错 从今天以后啊 咱们秦皇两家 那就好好相处 再也不打打闹闹了 跟你说的 富凯老弟 富凯老弟 哎呀 好啊小子 你给我玩阴的 我现在开始倒数 再也不放我爹 咱们就头盔欲尽 一 二 杨母 我求求你了 你快放了十里老婆吧 你听见没有 黄雄五 你别干啥事 杨母 你可要听 齐队长的话呀 杨母 黄雄五 你把齐老婆犯了 齐队长 他们凭什么镇压我爹 我的事情我自己担着 黄雄五 别人不了解你 我是了解你的 解放德龙镇 你是立过功的 我告诉你 你先把齐老婆放了 你现在这样做 是违法的 我先不听你说那么多 让他放了我爹 范队长 先把人放了 好 放开 快放开 齐队长 咱们认识那么多年了 你的人品我信得过 我现在就跟你走 药杀药果 全由你 齐队长 黄雄五 你别再说傻话了 我们做工作 总是有出错的时候 错了可以改嘛 范世杰他们这样对待你 和黄老婆是不对的 但是你今天的行为 只会激化矛盾 后果很严重 现在我以县委书记的名义 保证你的安全 你是一个明白人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利己才 你把抢抢抢 秦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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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 你要相信党 相信政府 我相信 我相信 我今天 总算是还了高尚丁 一个人情 愿我 解放了 你记住 以后 皇 秦 两家 和高尚丁所有的人 都要 和和睦睦地 好好过日子 你懂吗 秦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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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这儿干什么 你赶快送医院 快快快 任生 袁山哥 袁山 我终于等着你回来了 等你等得好辛苦啊 小红 小红 别哭了 这几年你一定没少流眼泪 每次一想到你一个人偷偷地躲着哭 我的心里就像有把刀在绞 袁山 你还恨我吗 不恨了 早就不恨了 那时候我年轻 太冲动太莽撞了 一想到这些我就后悔了 作为一个男人 我没能给你一个可以挡风遮雨的家 还让你受了那么多苦 我对不起你 秋红 这么些年了 一想到你 我总有一种负罪感 可惜啊 现在我连赎罪的喜欢都没有 袁山 别说了 我不怪你 我不怪你 我等你回来 等到累了 等到绝望了 但老天还是开眼的 你总算回来了 老天知道 老天知道 我有好多好的话要对你说 恩上 恩上 只要你回来了 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时间 我可以慢慢的把这些话都告诉你 和秦女长比 我们算白活了 是啊 人活着 争来争去的 有什么意思 咱们真是白活了 咱们的下一代 可不能再这样过 对 一定 一定啊 我仔细地琢磨了一下 咱们这两家这么多年 争来争去 有什么呢 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 是啊 走吧 袁尚哥 英子 过来 我来介绍一下 萧红 这位是英子 英子 这是你萧红姐 萧红姐 你好 你应该听袁武说过我牺牲的消息 那次的战斗非常惨烈 我负了重伤 是八路军救了我 等我伤好了之后 我参加了解放军 对了 英子是我的救命恩人 袁尚哥 什么恩人不恩人的 那是缘分 谢谢你 英子 谢啥呀 邱红姐 抗美援朝开始了 我们要去朝鲜 其实这次 我本不应该回来 但是这么多年了 我始终放不下高尚平 放不下你 当初我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对你太不负责任 我一直很内疚 这次回来 就是想对你有个交代 我知道 你和狗狗结婚了 我祝你们俩幸福 狗狗他是好人 有他陪你过日子 我也就没什么牵挂了 是啊 我和狗狗结婚了 你也有英子 邱红 其实我和英子 你别说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 英子是你的了 我是狗狗的了 当初你要走 我没能拦住你 现在你要走 我就更拦不住你 不过 我有一个要求 希望你能答应我 我们共产党 就是为百姓服务的 凡是那些不为百姓做事的人 我们就应该罢他的官 免他的职 绝不能让坏人把金给念歪了 我不服 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 我的工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不 咱们这个工作的特点 就是你干了一百件好事 都是应该的 如果干了一件错事 就很难得到老百姓的原谅 现在我命令 你打背包回县里 等候处理 是 齐书记 这谁的帽子 洗裁的 你怎么把他帽子拿回来了 这多晦气啊 你话不能这么说 这洗裁到最后 也就剩下这顶帽子 我得替他好好收着 洗裁也真傻 老子们个下沉 你说他涂啥呀 真不值得 我们令家在高尚平落魄了这么多年 跟秦皇两家相比 没什么地位 说话没分量 做人抬不起头来 洗裁这次回来 也算是以井还乡啊 我就想 没准这次令家 还真能 鲤鱼翻身扬眉吐气呢 没想到 这小子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要往岔路上走 这一走 就回不了头了 可惜了 真是可惜了 这人哪 就是不能够贪心 这最近我就老想 这当初打日本鬼子的时候 那日本鬼子啊 没有真给我五百仙打烊 那没准就是我的福气啊 没错 咱不求大富大贵 这样能平平安安 心安理得的过日子 就什么都抢 你想的还挺开的啊 那当然 你看那皇家 你看那皇家 以前那村长 是咱们村最大的官了吧 还有那秦家 那可是咱高尚平最有钱的人了 可他们的烦心事啊 伤心事啊 从来就没少过 大富大贵又怎么了 我就不稀罕了 我就不稀罕了 只要你没病没灾 咱们的小胜利快点长大成人 将来呀 知道孝顺咱们 每天跟着你喝粥吃咸菜 我都觉着那是我的福分 没想到我光棍烂 还讨到你这么一个 懂得势力的老婆 那句词叫什么来着 就是齐地饶 不是 齐书记经常说的那词 觉悟 你觉悟还挺 挺高啊 什么觉悟不觉悟的 我怎么能跟他们比啊 你不是取笑我吧 我 我怎么能取笑你呢 我是真心夸你 悟悟 你放心 我不能够让你一辈子 跟着我喝白粥吃咸菜 我既然娶了你做我老婆了 那我以后就不能 再是光棍烂了 我想用回 我令得妇这个名字 得妇 得妇 那一定得妇 再说了 现在都解放了 咱们一定得过好日子 悟悟 你别着急 我虽然不能保证 让你穿金带银 但是 让你吃饱穿暖 还是可以做到的 有你这句话 今晚啊 我就好好陪你喝几杯 你等着 我去弄几个下酒菜去啊 喝什么酒啊 咱们 还是干点比喝酒更待戒的事 你呀 有完没完 讨厌 等着啊 喂 等着啊 喜才 喜才 如果你能想明白一点 想开一点 没准啊 你现在 正搂着你的小媳妇 可疼你的小媳妇 喝着酒 美滋滋地过日子 有 有 有 狗狗 这些红伞 都是你放的吗 真好看 红 伞 好 这肯定是狗狗干的 这个狗狗啊 袁绅 你还记得这里呢 当然记得了 我在这里爱过 也在这里恨过 狗狗 你说 秋红姐她会恨我吗 为什么 我觉得她会恨我 我觉得 她会恨我抢走了袁尚哥 其实我和袁尚哥 你 你是 是 好 人 狗狗 谢谢你 你也是个好人 把你肩膀 再接我靠一靠 好吗 袁尚 我发现 活在这个世上 一个人好孤独 我 我这么多年来 再等一等 原来只是一个依靠 我知道 你的肩膀不再属于我了 让我多靠一会儿 行吗 就当是我这么多年了 等的一个结果 秋红 我在外面漂泊了这么多年 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有些人 有缘无缘 有些人呢 有缘无缘 我们曾经是 有缘也有缘 只怕 以后无缘也无缘了 但是日子照样要过下去 月亮落下去了 太阳照样会升起来 凡事想开点 开上了 我们是不是都变了 是变了 但是我永远记得 你刚来高尚平的时候 那么年轻 那么美丽 就像春天里的央苗一样 绿绿的 惹人喜爱 高高 我给你跳个舞吧 我也记得那时候的你 正直 倔强 敢作敢为 为了我 你敢冲撞你爹 还爱了二十大公 转眼过了这么多年 一切都跟昨天发生似的 秋红 我们年轻的时候 可以任性 可以张扬 可以敢爱敢恨 那是因为那时候 对我们来说 过去太苍白 我们没有太多的忧虑 也没有太多的烦恼 可是现在经历了这么多事 过了这么多年 对我们来说 过去 已经写满了密密麻麻 悲喜交加的故事 所以会觉得沉重 觉得累 秋红啊 以后你的倔脾气 要改离开 你要学会把过去 埋在心里 平静的生活 懂吗 那我就把你 埋在心底 最干净 最美的地方 英姐 你们多保重 这把红伤 你带上 就当是姐姐 替你袁尚哥哥 送你一份家乡的礼物 袁尚 你不会怪我 自作主张吧 英子 这把红伤 寄托到你秋红姐 全部的行业 以后你会知道的 还不快谢谢你 秋红姐 谢谢秋红姐 那我们走了 再见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